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 特别爱生气 莫名其妙就发火 而且还经常失眠 身边的人不理解 觉得他们是没事找事 甚至还指着抱怨 我告诉你 其实是你错怪他们了 像这种失眠多梦 情绪不好 烦躁易怒 胸斜胀满的症状 在中医上面叫做干预气质 想要缓解这种症状 疏干礼气很重要 之前视频当中 我们介绍过解育丸 它是在中医经典民房 逍遥散和干麦大早汤的基础上 化财加减而来的 逍遥散 礼气散结 干麦大早汤 助眠除烦 还新添加了 郁金 百合 荷欢皮 两个方子 加三味药 它不仅可以疏干解育 还能够养心安身 这样一来 肝气顺 心神安 睡眠自然就慢慢好起来了 而除了用药之外 用心倾听它的心声 也很重要 当它生气的时候 不要去直接反驳它 要多倾听 多感受它的情绪 同时表达关心 告诉它 你很在乎它 千万不能不带烦 少一些责怪 多一些包容 把最好的爱 给最好的它 你们说呢 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